扮演保姆艾美利亚的是墨西哥最著名的女演员 亚德里亚娜·巴拉扎 而扮演她侄子桑蒂亚哥的 则是在影片《格瓦拉日记》中 扮演青年格瓦拉的加西亚·伯纳尔 其中局地林子和巴拉扎 已经获得金球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由此看来 影片《巴别塔》是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强有力竞争者 说到意大利 你脑子里除了美丽的罗马 浪漫的威尼斯 还有什么呢 对了 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意大利的美食 不过要品尝意大利美食 可并不一定要去意大利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从地图上看 意大利和中国相距遥远 但是在纽约的曼哈顿 同中国城比邻而居的 就是人称小意大利的意大利社区 在小意大利 有个专门带您 饱饬意大利美食的半日游 在大饱眼福和口福的同时 您还会增加很多 意大利的美食知识呢 如果您对电影《教父》中 那条充满着意大利移民 和摊贩的冒比利街 印象深刻的话 来纽约时您就一定不能错过 会擦出什么样激情的火花呢 您好 我是热情美食家苏珊 我们现在在小意大利 在这里你会发现很多食物商店 很多店的历史已经很长了 小意大利在1860年左右开始发迹 主要是意大利南部人移民到这里 寻求更好的生活 幸运的是 今日的小意大利还保留了一些家族经营的事业 目前已经承传了好几代了 苏珊推荐的第一家店 是在格兰街上的地帕罗精致食品店 这里就是地帕罗精致食品店 地帕罗从1925年就开始营业 由同一个家族经营了好几个世代 是意大利美食市场 他们对他们贩卖的产品相当骄傲 绝大部分是从意大利进口来的 萨尔是家族的成员之一 他将为我们详细介绍地帕罗 我们是第四代的家族成员 我的曾祖在1925年移民来美国 并开设了这家店 然后把所有的家人都接了过来 地帕罗专门贩卖意大利美食的精致食材 从烟熏五香火腿 奶酪 罐头食品 橄榄油 到一小瓶130美元的意大利黑香醋 应有尽有 我们去意大利 选择各式各样的精致美食 回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教育客人意大利文化 每个人都喜欢吃 而意大利食物是最好的其中一种 在地帕罗买食材 店家不但会提供所有食材产地的照片及资讯 而且客人当中很多都是餐厅的老板 或是来自外州 专门来寻找特别的食材 还有这位今年90岁的老奶奶 也是这家店的忠实顾客 我一辈子都在这儿买东西 我的祖父母我在这里住了66年了 餐厅老板富兰科 茂宇送来了他刚实验完成的意大利甜点 要萨尔一家人补偿 在小意大利就像在意大利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小意大利的原因 当你在意大利你就是一家人 对意大利人来说 家庭和朋友是最重要的 苏珊推荐的第二家店 是同样在格兰街上的亚勒发食品店 这里就是亚勒发 它从1892年就开始营业 它是由亚勒发家族的女组长创立的 以制作新鲜的马苏里拉干烙 和意大利乡村软烙为主 至今已经传到第五代了 这家店是全美国最老的一家意大利乳烙店 马苏里拉干烙是用牛奶做成的 在制作过程中必须不断拉扯 还可以做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它的用途广泛 可以夹面包或做凉拌生菜 在介绍完两家食品店后 苏珊的第三家推荐店 就是这家派蒙皮意大利面店 在小意大利 这是一家非常有名的意大利面店 我在这里工作了23年了 这些是我们自己制作 没有防腐剂的意大利面 这里为什么有名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 我的妈呀 这么一大堆的Lini 还是Loni的意大利面 把我们都搞迷糊了 伊丽莎白小姐 你也稍微解释一下吗 有Lini结尾的字呢 就是像这样小小的圆圆的 而用Loni结尾的 就像这个圆形肉馅水饺一样 有点像小猪的形状 而加了Lini字尾的方形角 就是小型的方形角 而我们也有正常的方形角 放在一起啊 这样你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别 派蒙皮意大利面店 有名的原因不仅如此 它不但是所有在小意大利的餐厅 意大利面来源的供应商 而且也是意大利航空 飞机上意大利面食的供应商 介绍完奶酪以及意大利面 接下来就轮到意大利餐厅 阿米奇尔的主厨乔治登场了 看看新鲜的意大利面 与奶酪酱汁的结合 能够产生什么令人感动的美味呢 主厨乔治的特制意大利面 马上登场 特制意大利面的原料很简单 有大虾 美国蘑菇 日晒番茄干 及花菜 乔治先加热橄榄油 放入洋葱末后 油锅马上激起了愉快的火花 之后放入大虾 美国蘑菇 以及日晒番茄干 再加上一点白酒提味 整锅配料开始散发出无法抗击的香味 然后加入少许的胡椒 盐 以及九层塔 在大虾快要熟透时 放入花菜 并淋上新鲜的番茄酱汁 少许的奶油 稍稍搅动 敲着这一锅鲜美的酱汁 怎能不让人心情激动 窃行加速呢 这时我们的主角登场了 好吃的植纹通心粉 将煮熟的植纹通心粉加入酱汁中 再加入不可缺少的帕尔玛奶酪 适度的搅拌入味后 阿米奇二餐厅的特制意大利面 就算是大功告成可以上桌了 那么谁是这盘特制意大利面的主人呢 就是这位幸运的女士 她们一家也是由新泽西州 专程来小意大利用餐的 我们想要带小孩子们来这里 看看这个地方 到各种餐厅 还有买一些有名的 费罗拉的意大利糕点 真是无巧不成书 这位女顾客口中的费罗拉 正是我们要介绍给您的 百年意大利糕点店 坐落在小意大利的茂比利街 费罗拉糕点店店面不大 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 意大利传统糕点 从提拉米苏巧克力棒高 到它赖以成名的 奶油甜馅煎饼卷 应有尽有 我们的奶油甜馅煎饼卷 是这家店成功的原因 这是西西里的传统甜点 外壳是用炸过的 意大利面团做成的 里面呢 包了意大利乡村软烙 以及碎巧克力 晴朗日子下的小意大利 四处可见悠闲的人们 在街边小做 不论是喝咖啡或是品尝 意大利美食 加上餐厅服务生的热情 我向全中国的美女们致意 让人宛如置身在意大利一般 如果此时能在播放上一段 怕瓦落地老兄高亢的歌声 在小意大利 即使你没有身穿阿玛尼 或是开布法拉利 也能够充分地享受到 意大利人生活的多姿多彩 美国文化统记者刘恩明 徐崇伟发自小意大利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去认识两位女子 一个叫周灵 另一个呢 叫陈伯瑞 周灵来自四川广安的农村 是个今年才15岁的小姑娘 而陈伯瑞三十多岁 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 这两个本来相隔天涯的陌生人 却成了骨肉一样的至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实在话长 还是让美国文化统的记者方正 来从头告诉你吧 2006年6月5号的晚上 在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 中文名字叫陈伯瑞的美国女子 利用飞机到达前了一点时间 练习使用轮椅 我觉得她到了以后 开始用这个 因为她的手指没有了 这样很快就会变成了